好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整个欧洲 现在罢工还有延退案 变成了各地骚动的一个基本的导火线 我们原来已经知道 法国连续第十天的抗议政府大罢工串联 而最主要原因就是马克宏 坚持强度关山的延后退休案 从62岁延到64岁退休 不需要国会通过 那么这使他要发放的年纪 可以获得一个缓冲 现在西班牙也是一样 而西班牙的延退到今年年底 他延退的年龄是64岁 但是再过几年之后 西班牙整个延退的年龄是67岁 这让西班牙名怨冲天 而同时在通膨的情况下面 很多各行各业的薪资 完全觉得不服使用 生活不下去 除了法国抗疫年金 也是跟经济因素有关 那么海陆空串联罢工之外 德国也出现了大规模罢工 而德国是七个州的路空交通行业 联合大罢工 十多年来从来没有过 那么在德国呢 两个最大的国际机场 同时罢工 那么或铁路公路同时罢工 可能会瘫痪 欧路整个的交通 我们来看这个报道里面 一开始就是德国的大罢工 高效率的德国罢工也利落快速说罢就罢 预定3月27日开始的路空交通从业人员联合罢工 在慕尼黑机场提前到26日开始 结束假期的旅客们赫然发现回不了家 有人在机场航下内打起球消磨时间 相信航空公司会安排巴士接驳 不仅德国两大机场 慕尼黑与法兰克福取消近1500架次航班 这次罢工范围还涵盖德国 包括铁公路 共7个行政区的大众交通运输系统 几乎瘫痪 罢工首日气氛还算平和 员工们手上拿的只开写650欧元 但目前这只是牢方的一厢情愿 由于乌克兰战争以来 通货膨胀太严重 德国两大工会不满 员工们低薪又过劳 代表机场与工部门 250万员工的威尔地工会 要求加薪10.5% 达到每月至少加薪500欧元 另一家铁公路运输工会 则喊出12%的加薪幅度 希望让员工们至少每月 多领650欧元 面对着德国十多年来 最大规模的交通业罢工 德国铁路公司姿态强硬 谴责劳工并要求他们重返谈判 但资方目前给出的两阶段 每次5%涨薪 显然无法让劳方低头 罢工若持续下去 可能冲击全欧的客户运与经济 当然美国银行业动荡 也是影响经济因素之一 西班牙学者预估 美国联准会与欧洲央行 若都快速升息 后果堪忧 被动收入的保障此时尤其重要 西班牙和法国一样 出现关于退休金的抗议 但马德里的群众们 温和地搬椅子排排坐 主诉求是希望公立养老金制度 继续保留 不然有4700万人得自求多福 西班牙政府2022年起 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6岁又两个月 今年又再延两个月 若撑不住提早退休 最多可能失去21%的社福补贴 到2027年西班牙人 可能要67岁才能退休 但大家只希望退休金系统不要破产 法国的反退改罢工抗议潮 可是毫不温和 全国大罢工超过10天 警民暴力冲突日渐升高 巴黎各主要街道上的银行与商铺 都面临换玻璃洗涂鸦 维修店面的成本 确实有些职业高龄 可能影响精准度 但马克宏过去的竞选顾问则批评 人民认为受损的不止退休金系统 还有民主传统 但法国政府似乎不怕逆着名义走 周五起禁止公务员的工作手机 装上任何与工作无关的应用程式 为了表示并非单独向抖音开刀 包括交友软体串流影音 社交媒体甚至手游都不准下载 乖乖上工的法国公务员们 生活少了更多乐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 接触